大家好,今天是11月28日 回到明报BUSH买新机的时间 今天和大家看看纽约旗游 我们看到旗游价慢慢反复向下跌 你可以说是慢,但它比较脆 上星期曾经11月21日 一度下跌75元 接着它做了一个急速反弹 上升82元 但你看到升势不能够持续 弹了一下之后慢慢又坠回来 现在正在做74.12元 基本上是跌低于9月份的低位 9月份最低是76.25元 在技术表面上 你看到它撞不到顶 早前和大家说过,它大机会向下跌 现在10天线也不能冲穿 上面的阻力位应该是10天线左右 80.01.13元 后市会怎样呢? 我会预计它也是会反复的 但是再高一点,10天线 甚至高过上星期的顶 这个机会就不大了 82.36元 就不大了 看看它如何慢慢做下去 现在油价如果它继续跌下去 目标位其实可以跌深一点 200元和250元 大概是64.6至64.8元 现在是74元 预计如果它抽不起上去 或者会继续延伸跌势 下面要找一个大支持位 所以如果你要做纽约旗游 或者你去看旗游 关于旗游的股票 或者是直接做旗游 我们是看淡一点的 看看会不会有机会 可以在短时间之内 快快快快快落到64.6元 才找到支持 暂时来说 纽约旗游正常来说 你就不会召唤 整个势都是跌下来 就不应该低买 反而如果once 它有机会反复挫你 弹高 你应该是采取高高策略 就是这样 好吗? 整体上我们看到的油价 都不是升 仍然是叫偏远 看看会不会有机会 是慢慢再继续跌下去 就是这样 好吗? 有问题留言给我吧 拜拜